大家好,这里是9号档案馆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谁触犯了法律的底线,都会受到制裁 在2017年就曾抓捕了一名杀人犯,他躲藏在寺庙里16年 被抓时竟然已经成为了这座寺庙的住持 而且还从他的房间里搜出了70万现金 今天为您揭秘杀人犯丽天佑的16年逃亡之路 2002年元旦前后,25岁的丽天佑谋划了一条发财之路 他和熟人耿乐、胡安找了一间出租屋埋伏好 让女子温红承担幼儿角色,将有钱人骗进屋实施抢劫 1月6号晚上,在广州市番禺区,温红将富商卢某骗进出租屋 丽天佑等三人迅速出手,将他推倒在床 并绑住手脚捂上嘴巴 在经过一番挣扎后,丽天佑抢到了两台手机和一个钱包 结果等四人分赃结束后,发现富商卢某已经被闷死了 这下四个人都慌了手脚,于是他们拿着财物匆匆逃跑 在警方的追捕下,丽天佑的三名同伙很快被抓捕归案 但是主犯丽天佑却彻底没了踪迹,时间快速流逝 但警方却从没有放弃过对丽天佑的寻找 2012年4月,广州警方发布扑克牌通缉令 丽天佑被列为红桃舞逃犯 2016年9月,警方经大数据对比 发现江苏四洪县的一位住持何北人杨某和丽天佑十分相似 于是民警立刻赶往江苏寺苗调查 但住持却已经无影无踪了 办案民警没有放弃,在通过大量走访后 终于确定了丽天佑的藏身所在 2017年12月29日早上6点 广州警方在宿迁警方的配合下 江朵藏在小区并准备逃跑的丽天佑抓获 其居住的房间内还搜出了70多万元现金 原来,丽天佑在潜逃后,先后逃往广东韶关、云南,之后到了江苏 一直藏身在各个寺庙中 最后在老家宿迁市的一个小寺庙中躲了起来 2011年,他托人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和戒谍 并以杨某的身份出家为僧 他凭着一手针灸推拿的手艺 免费帮助周边居民治病获得了乡民的认可 逐渐成为寺庙住持 不过丽天佑东躲西藏16年 却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 只能说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不论时间过去多久 只要你违法犯罪 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9号大案馆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我给你带来的行为负责 就不过去多久了 我给你带来的行为负责